威克里夫,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直接来面对当时的教会,来斥责他们的错误,他斥责教皇是敌基督,是罗马的、傲慢的、属敌、属士的教士, 是应该受咒诅的强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指责,所以英国的主教呢,英国的这些主教们就对他提高警惕了,1379, 传召魁克里夫到伦敦圣保罗教堂出席教会会议,他在会议上受到猛烈的攻击, 国王子约翰,也是叫做兰卡斯特公爵,成为他的保护人, 同一年,教皇发出五道的鱼令,五道的命令,来对付他, 并将他的作品呢,审查之后,判他有十九处不同的错误, 虽然如此,他还是很平安,然而他生命的危机是发生在四年后, 当他攻击罗马教关于变职论的教义, 变职论的教义是什么呢? 或者多数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都知道,少数的不知道,我们有需要知道, 他们说所有教师呢,都能够行出一个神迹, 所有的教师,而且他能够把圣餐中的饼跟酒呢, 变成耶稣的饼,耶稣的肉跟血, 在他们的祷告祝福之后呢, 他们都能够行出这样的一个神迹, 而那个饼跟酒的样子跟味道都不改变, 而只不过那个饼改变了, 他们是这样的相信,这样的接受, 他攻击他们, 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行神迹的能力, 无形中使他们在教会,这些教师在教会眼中呢, 就比王子有更高的地位, 但是, 魏克里夫就非常严厉地攻击, 不对, 他关于这一点的观点跟态度呢, 就招来了最厉害的反对了, 本来国王遮盖他, 现在不再支持他了, 牛津大学各学院的院长跟院士也反对他, 不过因为, 许多老百姓支持他, 所以这些敌人就不敢冒犯他, 有人这样看, 有人这样看, 他如果用比较温和的策略, 并且多一点的耐心, 或者能带给教会一些改变, 但他却选择一处而就, 就是准备, 准备一下子就让教会得以改变, 他选择一处而就, 要推翻罗马的假教训, 重新确立纯正无误的福音, 可是没有成功了, 所以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发现, 宗教改革不可能在一天, 不可能在一年, 甚至十年的时间而完成的, 今天我们发现到, 我们在纠正一些教会的, 一些不合圣经的做法, 也真的不是在短时间里面可以完成的, 有时候一代人根本不能够完成的, 我们只盼望, 我们今天训练了一批青年的传道人, 他们领受了纯正的信仰, 他们回到教会去, 他们在教会里面, 经过一代了, 这些老的一代渐渐地过去, 当他们承接了这个工作, 当他们承接了这个带领的工作以后, 他让他们所领受的纯正的教训呢, 可以实行在他们的教会中, 即使这样, 也要一代人的时间, 所以我们有时候, 他能接到一些校友的来信, 发现到回去的时候, 跟教会的一些观点, 格格不住, 有矛盾的地方。 我通常是告诉他们, 你不要心急的。 如果你发现了他们的一些不照圣经, 你能够发现他们一些不照圣经的做法, 教训, 其实已经很好了。 最怕是你回去的时候, 还不认为他们有错, 那就麻烦了。 如果他们真的是离开圣经, 你还不觉得他们有错, 那问题就很大了。 或者你才说, 大家做大家的, 他可以这样做, 我们也可以这样, 反正都不是绝对的。 那这也很麻烦。 所以我们才想, 宗教改革绝对不是一日一年十年。 那我问你, 威克里夫的这样的一个先驱者, 他已经指责了当时教会的一些错误, 要在多少年后才能够成功呢? 他1300多年, 要到1517年, 也就是100多年后, 三世代的人才能够, 国宗教改革才开始这个发动。 那么在发动之后, 还要经过整百多年的时间, 才影响到各教会。 所以这是一个认重道远的工作。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纠正的, 归正的非常疲累。 你看, 一直讲,一直讲, 没有什么改变。 新年如此, 明年也如此。 所以不要有归正疲劳症, 归正疲劳的, 或者归正疲劳综合症, 我们要藉着这代不行, 下一代。 需要鱼工, 鱼工移山的精神。 所以是要一个长时间的努力, 以及耐心才能达成的。 鱼工就是长时间的努力, 以及耐心才能够鱼工移山。 所以, 我们假设说1381年到1517, 其实是130多年的事了。 1381年, 当时有一个农民革命, 使外克里夫的处境更加困难。 因为他以及他的, 因为他跟他的跟随者被指为, 应该为这件农民革命来负责。 虽然, 农民革命跟他毫无关系, 可是支持他的兰卡斯特公爵, 也劝他放弃改革的事业。 感谢主他不但没有放弃。 如果他归正疲劳, 那么放弃, 我们看见就少了一元改革大将。 所以, 如果他有这个反弱的反弱, 然后他失败了一个英雄, 一个巨大的反弱。 他竟然不出版信仰告白。 到了这个时候, 国会要求坎特布里大主教, 就是英国的大主教。 今天英国国教, 就是英国教会的最高的领导人, 也仍然是坎特布里大主教。 他替英王加冕的, 这位坎特布里大主教是替英国皇帝加冕。 你是替英国的国王家, 国王的家族举行任何的喜事与喪事的。 坎特布里大主教就召开了教会来解决 他跟教会的争论。 所以他出席这个议会。 不然间发生地震。 他的跟随者认为这是上帝要帮他们, 而进行的从天上来的干预。 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结果他的开会后, 他的教义被判错误。 罗马教庭后来传召他到罗马来面对教皇。 他季节前往是有智慧的。 他季节前往。 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个约翰胡施的时候, 他就出席了这个一个会议, 以后就被捕了。 威克里夫的友人以及跟从者遭受逼迫。 不过他却免于遭难。 晚年过着平静, 但却积极地生活。 他死于1384年。 所以他死后的120年, 宗教改革的终生才算敲起来。 最后一段人生的旅程, 他组织一个宣道会。 把他的教训通过这个宣道会的, 叫做贫苦传道者。 带给这个老百姓。 就是,这个是威克里夫。 那么,这些穿着红色跟褐色的长袍, 就是他所组织的宣道会。 拿着他所翻译的圣经, 然后到各处去, 宣传他的教训。 所以,这些人怜悯了当时, 人们属灵的无知跟瞎眼。 然后,这些传道者穿红褐色的长袍, 常受人家嘲笑。 可是,他的敌对者也认为, 认为这些人是一股难以应付的力量。 他们的工作使许多人回归, 并相信纯正的真理。 威克里夫的其他伟大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就是, 他将圣经翻译成英文。 所以,今天有一个圣经翻译会, 叫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今天仍然继续把圣经翻译成, 许多那些少数民族的文字。 他们今天仍然在这么做。 所以,因此呢, 他们这样的做, 叫许多人有机会读圣经。 不识字的人要是不多的话, 当面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也可以听, 也可以学习神的话。 当时罗马教会只准用 拉丁文的圣经。 那本拉丁文的圣经是权威的, 叫做五加大义本。 所以,绝对不许把圣经译成 其他的语言文字。 可是威克里夫由拉丁版, 把圣经译成英文, 当然,他不是从两西文字翻译过来, 可能不识全识美, 但是已经成了许多人的福气。 当时圣经译成后, 由这些游行的贫苦传道者, 在一面传道,一面抄路, 没有印刷, 所以没有印刷机还没有发明, 所以如果即使有的话, 也是非常昂贵的, 一面传道,他们一面抄路, 并且读给, 无论在乡村或城市, 只要有人愿意听, 就读给他们听。 威克里夫 是第一位把圣经译成英文的人, 当时也许有人帮助他, 或是谁, 多少人帮助他, 我们就不清楚了。 总之,这是他给改革运动的贡献。 1401年, 英国国会及教会, 通过一条法律, 异端者将被判火刑, 当然是通过异端裁判所, 而威克里夫宣道会的传道者, 却被判为异端, 教会也宣判, 威克里夫译经的工作, 是严重的错误, 罗马教廷痛恨威克里夫, 他已从他死后, 数十年后, 发生的事, 看见一般。 1415年, 他已经死了将近30年了, 军事坦思, 军事坦思议会, 是一个, 当时教会的一个大议会, 一决, 要把他的海骨从坟墓中挖出来, 并于1428年, 由一位叫做林肯的大主教, 在1428年, 一位大主教叫做林肯, 不是美国总统, 林肯的名字, 大家一想到就是美国总统, 这是大主教林肯, 把他的遗体海骨, 负责焚烧成灰, 然后丢在河中, 当然他所有的作品, 也被拿去焚烧了, 这位改革先驱者的骨灰, 在英国, 由小河流到大河, 最后流到全英国, 再流到海里面, 最后流向大洋, 象征了他的教训, 传到全英国, 最后传播到地极, 培克里夫的确是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早晨之星, 作为后世的信徒, 我们今天纪念这位改革先驱, 他们不是改革家, 但他们是改革的先驱者, 有了改革的先驱, 神后来再兴起改革家, 第三位我们要谈的是约翰胡斯, 他就比威克里夫惨得多了, 1369年, 他们慢了威克里夫一些日子, 出生于波西米亚, 一户农家, 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 今天属于捷克了, 而少年时已经有机会读到 威克里夫的书籍, 并且受其影响很大, 为什么? 原来是上帝的恩典, 英王理查二世, 跟波西米亚的安妮公主结婚, 这位公主酷爱神的话语, 因此呢, 英国改革先驱, 威克里夫的作品, 自然的就流入了波西米亚, 所以胡斯就急不急待, 抓紧威克里夫所传的真理, 并且很渴望纠正当时的教会, 把教会带回新约的教训, 他很年幼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早期教育的责任就落在母亲的肩膀上, 贫困的母亲, 得到一位富有的贵族, 受上帝的感动, 愿意负责小胡斯的教育费, 这个助学的礼物啊, 有很快速跟很丰厚的回报, 为什么呢? 因为34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当时, 布拉格就是后来的首都布拉格, 他已经是首都布拉格大学的教区长了, 前途辉煌无比, 可是神的旨意似乎不愿忽思满足于学术上的成就, 今天很多人, 从传道人就要很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但是神似乎不愿意胡思这么做, 作为一位圣经的学生, 他研究神的道, 他的思想受到许多的困扰, 那么, 首先他虽然谦卑自己, 可是他知道他有许多的罪, 这些罪当然主也知道, 比方他下棋时输了的时候呢, 他变大发脾气, 我告诉你, 他对这个罪耿耿于怀, 可是我们天天, 我们天天跟这些罪生活在一起, 却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们跟他的生命实在是有差别, 主圆明我们, 大脾气, 在他看来, 也是严重的罪, 他读为克里夫的作品, 并且看见了两副的漫画, 使他印象非常深刻, 其中一副是主耶稣, 头上戴着金冀冠冕, 而教皇却戴着金冠冕, 穿着富贵的紫色丝绸的衣服, 这是很大的一个对照, 写照, 这一副画, 画作一个妇人, 主耶稣对他说, 你的罪赦了, 这副画的背面却是画作教皇在兜售赎罪见给百姓, 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赦罪是什么样, 主耶稣说你的罪赦, 我们信耶稣就得到赦罪, 可是教会不是这样解释, 你还要补功, 耶稣的赦罪的功劳不足, 你要补功, 补功就要买赎罪券, 这两副画所表达的真理, 开了胡思的眼睛, 清楚看见教会的可怜又可悲的情景, 在布拉格有一间礼拜堂, 称为伯利恒堂, 建堂的特别目的是教人可以用自己的方言来听福音, 而不是要听拉丁语的道, 因为没有多少人真懂得拉丁语, 胡思是这个礼拜堂的讲道人, 他热情宣讲, 使出人的迷信, 即圣职人员的罪, 他用生命的粮, 来喂养当时饥渴慕意的人, 许多人看见胡思苍白瘦小, 但极其严肃的容貌, 也熟悉他圣洁非常利举的生活, 认定他是上帝真实的信财, 可是布拉格大主教强烈反对他, 禁止他跟魏克里夫的书记, 这些书被查收了, 大主教亲自在大主教府的院子里放火烧书, 他们问胡思是否愿意顺服教皇的余令, 胡思不含糊地回答说, 是否愿意顺服教皇, 我要, 只要是这些命令与基督的真理相符, 但是如果有违背真理, 我坚决不服, 即使你们把我的身体烧死, 这违背这个字是一个重要的字眼, 因为他读威克里夫的书教导的就是, 教皇圣品人或任何人的教导, 违背了基督, 因为他读威克里夫的书教导的就是, 这些违背基督的就是基督的敌人, 必须加以抗拒, 违背基督, 是威克里夫跟从者常说的一个词, 因为他们的教训的中心是, 我相信今天也让我们看到违背跟服从基督, 这个教我们要顺服哪一个教训, 终于胡思被教皇革除会计, 并且除去布拉格这城市的一种教权, 这个城市在教会中有一种权利, 这个权利被除去了, 为什么呢? 只要有胡思的异端及他的跟从者居住在这个城市中, 这个城市在教庭里面就没有权柄, 所以这对整个城市的人, 哇,这是一个难处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难处了, 所以胡思必不得已, 只好离开布拉格, 可是对他的迫害并没有减少, 1414年, 他被传道到军事坦斯大会受审, 这个军事坦斯大会也是在这个威克里夫死后审判他的这个大会, 是同样的审判者在这个审判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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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 所以他就来到了军事坦斯, 这是一个场面很大的教会的议会, 出席的人有皇帝国王教王主教, 各级的教士, 罗马帝国的那些响当当的人物, 他抵达一个月后, 就被囚禁并关在地底下的土牢里面, 这种土牢, 各种情况都很差的, 特别是卫生的情况, 我们发现整个审讯是事先预谋的, 当他一讲话就被喊声骚扰了, 根本没办法为自己生辩, 甚至有人控诉他, 自称是三一神以外的第四位, 圣父圣子圣灵, 然后约翰胡斯, 他就要求指责人出现跟给证据, 但他们没有不采议, 他声称他的信仰, 是纯正基督教的教育, 但无济仪式没有用, 最终, 他以及他的书, 被判火刑, 因此他在众人面前, 这会议的众人面前, 跪下祷告说, 主耶稣啊, 因你慈悲怜悯, 赦免他们, 你知道他们的控诉是假的, 他们见证是假的, 用这些假的来控告我, 因为你无限的慈悲怜悯, 赦免他们, 米兰大主教, 另外六位主教, 米兰是意大利, 被委任负责主持胡斯, 执愤, 持夺仪式, 就是他的, 他的这个教, 他的这个地位啊, 他的在教会中的地位之分呢, 被持夺有一个仪式, 由这些主教来主持, 这时主持者发出声音说, 主持者发出声音说, 我们把你的灵魂交给魔鬼, 意思把胡斯的灵魂交给魔鬼, 可是胡斯回答, 我把他交给主耶稣, 这是胡斯的回应, 他大声这样说, 他被快速的, 他们怕节外生枝嘛, 快速的送到火刑场, 头上被带着一个亵渎的冠冕, 写着, 这是大叛道者, 称胡斯为大叛道者, 并描述魔鬼撕裂, 胡斯的灵魂, 有一幅图画, 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 就在火刑场上, 众人围着他, 胡斯就在这边跪着祷告说, 这是一个火刑场, 此时他跪下, 祷告, 刚才我们看到他跪下, 主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我们看到, 能够勇敢地这样地面对, 这是一个神迹, 就是主耶稣实在地加力量给他, 他继续说, 我愿意耐心在人面前忍受, 这个可怕羞耻残酷的死, 为着传扬你的福音, 及你的道的缘故, 木材跟稻草堆在他的周围, 点上火, 他继续大声祷告上帝, 最后浓烟使他窒息, 不能呼吸, 他的骨灰被收集, 然后丢到莱茵河, 以几年前, 威克里夫的骨灰, 被丢入英国的溪流一样, 宗教改革先驱者的下场, 是宗教改革回归圣经的种子, 时候满足, 神兴起了改革家, 进行宏观的护教行动, 保守了, 以圣经为基础的纯正教会, 而今天, 我们有纯正的教会可以参加, 有纯正的信仰可以相信, 有纯正的教会可以侍奉, 今天我们纪念这些宗教改革先驱, 今天我们纪念这些宗教改革家, 这是一定要这么做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单单为纪念而纪念, 我们盼望宗教改革家, 他们的那一个信心, 他们的那个情操, 求主借助他们的这一些见证, 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地面上活着的一天, 我们除了在地面上过我们的日子, 我们也要为信仰而活, 我们祷告。 谢谢。 素兴, 谢谢大家